台东大学幼教系学生 在槟城慈激幼儿园的 见习之旅进入尾声 年轻的孩子勇于接受挑战 有时候小朋友在一句话里面 有话语然后马来文跟英文 就会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 可能就要问个两三遍 才会知道他想跟你表达什么 教学乡长虽然他们初出茅庐 但活力充沛 教学的用心感染了幼儿园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看到他们真的是 是对幼教对幼儿很有热忱 那他们在教学资源上的准备工作 都不马虎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老师 应该好好学习的地方 他们跟孩子们的配合 就默契很好 然后孩子也很喜欢他们两位老师 我喜欢那位老婆老师 还有小婆老师 因为他们教我们做东西 跟我们玩游戏 看的也很好 两个星期的见习行除了收获教学经验 还有慈祭之工如同家人般的温情 我们有自己的教学 然后再和老师一起检讨 在原所以外我们放学以后 就会去不同的大爱妈妈的家里吃饭 然后那些都是很幸福的回忆 落幕的见习之旅 也是未来漫长教学路的开端 期许他们永保初心 成为更多孩子的粮食义友 大爱新闻 黄亦晴 洪惠平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